然後第二個任務了 來囉 那請問一下 有哪些地方可以發現陶瓷的漂亮 你要怎麼欣賞一個陶瓷 從哪些地方開始 發現 猜猜看沒關係 其實我上面已經有寫了對不對 裝飾 裝飾 它的裝飾還有呢 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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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色嗎 其實呢我們在欣賞這個陶瓷的時候 這三個就是重點 這三個就是我們要看的重點 就是從它的氣型 右色跟裝飾開始看 然後呢這些裝飾跟 這些裝飾跟右色到底對陶瓷有什麼功用呢 這些就是一些很故宮上面 就是說你從網站上面你可以去看 然後呢這些陶瓷器 這些都是陶瓷器 都是非常經典的 然後都破百萬的這些 這些文物都破百萬 很昂貴的 無價之寶 然後所以呢 像這個 我覺得它網站做得很好就是可以大到那麼大 我們可以很仔細的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缺口 看到嗎 然後它的造型那麼特別 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然後有沒有人知道它是做什麼用的 好怎麼樣 放花的 放花的嗎 確定 不確定 到底 好這是放什麼的 絕對不是尿壺 不是 澆水的 它跟水有關係 好再拆 是另外一個東西 也是液體的 裝什麼的 酒壺 酒壺 對它是一個酒壺 它是一個酒壺 然後呢就從這個嘴巴這個地方 從嘴巴這個地方 開始倒酒出來 嗯 沒有錯 它是一個酒壺 然後當然囉 你們自己回家的時候 也可以上來這裡看 像這個 在我們以前的 國中還是高中課本裡面 就一定會看到這些 一定會看到這個女生 你猜猜看它幾公斤 五十 五十而已嗎 真的嗎 來猜猜看它幾公斤 看它的腮幫子 來看看它的臉 你看看它的臉喔 差不多 七十一把 七十一把 嗯 然後你看它的肚子 好像可以跟我拼喔 對啊 好這是哪一個潮帶有這樣子 它是美女 它是美女喔 哪一個潮帶會覺得它這樣長的是美女的 哪一個潮帶 青潮 青潮嗎 青潮 真的嗎 來 唐潮 為什麼 是 是唐潮 為什麼它是唐潮的美女 裝扮喔 它的裝扮是唐潮的喔 還有在唐潮的時候 他們是喜歡女生是健康的 所以胖胖的女生他們覺得說 喔你看 因為那個時候可以吃到胖胖的 表示家裡很怎麼樣 有錢 有錢啦 所以我的女兒養的胖胖的 表示我家裡非常有錢 所以家裡面的人都通常喜歡 把女兒養的胖胖 他們就會覺得胖胖的是美 所以我應該長在那個時代 我就是美女了齁 好 然後從那個宋朝開始 他們開始喜歡信佛啊 拜拜啊 喜歡仙女啊 然後仙女都怎樣 不吃東西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都瘦瘦的 好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流行瘦瘦的 OK 好 那當然這個都是一些陶瓷 你們可以過去看喔 就是說 嗯 有機會的時候你們可以繼續 繼續去看它 OK嗎 OK 好 然後當然就是說 右色來講 這個小朋友就只能去欣賞啦 因為右色的配法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但是欣賞是人人都可以的 大人小孩都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舉杯拿起來 一看的時候就可以去玩賞一下 喔這個顏色是這麼的絢麗 它那個炫開的感覺很溫潤很舒服 然後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色澤 它燒下去的時候 它有不同的漸層 那這個也是讓小朋友覺得很棒的地方 嗯 然後另外這個像這個天幕碗的話 它就非常的美麗 在燒的過程當中喔 高溫的過程當中又就融了 然後融了以後它就開始流釉 然後可以流出這麼細緻然後均勻的 像天空那種宇宙的感覺的 這不容易喔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當小朋友看到這個碗的時候都非常的驚訝 那其實它這樣擺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很明顯的看到它是多麼可愛喔 但是你這樣一翻來它碗底的時候 就發現它是不一樣的 真的這一層 這個都是做在表面對不對 完全就是在表面的功夫上面 下足了功夫 不管是只有幼呢 或者是說彩繪 或者是說我們用剪髮的 譬如說這個畫花 畫花或者是刻花的部分 或者是說呢這個鏤空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有洞的部分 整個挖掉的鏤空部分 這都是剪髮 剪髮的一種 這一些就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陶瓷在欣賞的時候可以看 第一個是它的形狀 通常喔 這一些陶瓷 像這一個 你猜猜看它是幾個瓶子黏在一起 幾個 幾個 六個 七個 七個 然後一起數喔 看它的瓶口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 中間那一個最高 六 好所以它是六個瓶子 然後把瓶子的旁邊 它先捏好一個一個的瓶子 把旁邊切開 再把它黏在一起 就變這樣子了 就變很特殊的形狀 它就變一個超級特殊的形狀 這個是什麼 一個枕頭 對它是一個枕頭 可是它是陶瓷做的枕頭 是啊沒錯 它是枕頭 它真的是 然後呢 在故宮博物院裡面有兩隻 有兩個這個 有兩個 然後它是一對的 然後是一隻比較黃一點 然後一隻比較白 然後現在展出的那一隻 是比較白的那一個 比較黃的那個放在寶庫裡面 所以非常有趣喔 它們兩個是輪流出來展覽的 然後呢它是陶瓷 所以它是硬的還是軟的 硬的 那怎麼睡 軟的 可是它是陶瓷啊 硬的 到底 到底是什麼睡 硬的硬的硬的 白痴 它是陶瓷 它真的可以睡 然後夏天睡的時候特別舒服 因為它是涼涼的 但是它硬硬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腦袋瓜子去跟它睡 所以它是睡在哪裡 有人知道耶 來 請告訴大家 怎麼睡 對 它是放在脖子上面的 它是 脖子是躺在它的哪裡 屁股上還是腰上 腰 就是那個凹進去的地方 是它凹進去的地方 然後它長得太可愛了 做得超可愛的 所以它就被誰收到皇宮裡面去收藏起來 乾隆 對 乾隆 乾隆就把它收藏起來 但是它是什麼時候的作品 它是北宋的 960年到1天127年 好 在這個很早了對不對 它已經幾歲了 你們慢慢去算 OK 好 那當然氣型還有這個 這個顏色是什麼顏色 黃色 它是黃色的 然後這個黃色呢 只有在皇宮可以使用 為什麼 其他的 有錢的人也不能用這個顏色 為什麼 黃色代表王位 所以有一個人的衣服是黃色的 其他人都不可以 誰 誰 來 你說 黃上的衣服是黃色的 沒錯 因為黃的陰跟那個黃族的黃 是同一個陰 所以他們就認為這個顏色是專門給誰的 黃帝的 黃帝 好 所以這個呢 也只能在皇帝的宮殿裡面使用 然後這個氣型更特別了 這個氣型很特別 它是一個碗 可是它的邊邊是什麼形狀 它是一個蓮花 它是一個蓮花碗 對 所以它的造型 它的氣物的造型 就不一樣 就是這個文物的外觀 它的外觀叫做氣型 氣物的外型 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從它的外型來做欣賞 就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那你也可以從它的那個 你也可以從它的顏色開始去看 這個杯子就超漂亮的 到現在 到現在都還有人模仿 模仿它做 做成那個杯子的形狀 那個顏色 它的顏色 右色 它的右色就很特別 有沒有 這是真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看真的東西的時候 你才知道它的顏色有多美 然後它真的很漂亮 這是一個藝術家 那它在那個陶藝陶瓷的博物館裡面賣的 然後我看了實在很喜歡 雖然它有點貴 我還是買下來 因為它這個顏色燒得真的很溫潤很美 所以等一下小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你會看到 像這個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話 它很像下雨天的花朵 所以它有暈開的感覺 所以超可愛很漂亮 好接下來你可以看到的是 裝飾的部分 像一開始最早的時候是這樣 它在中間用毛筆畫一個柿子而已 就這樣 這個是石榴 這個是什麼瓶 好瓶 什麼瓶 它有特別的名字 青瓶 青瓶 青瓶是另外一種 不是這個 白瓶 白瓶 對它是白色的底的瓶 可是它上面放了一個孤蘭 所以它燒下去之後 那個花就跑出來了 所以叫做 周杰倫唱過的那首歌叫做 蛤 叫做什麼 青花瓶 好來小朋友說一次 是 青花瓶 那以前呢 歐洲人最喜歡來買的就是青花瓶 後來他們有回去自己試著做喔 但是他們畫出來的圖就怪怪的 歪歪的這樣子 很奇怪 這個是宮廷的匠師呢 特別設計給皇上玩的 怎麼玩呢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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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看到嗎 所以他的魚 需不需要去餵他 不用 然後那個貓咪就被騙了 他以為真的魚 他以為真的魚 其實是假的魚 所以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他是這樣放進去的 他是把另外一個瓶子 塞到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鏤空的瓶子 然後就旋轉他 旋轉他之後就會看到 那個轉心瓶在轉 那其實 你們可以玩這個喔 這個也蠻有趣 他是有聲音 他叫桃鱗 這個聲音就比較大 那這是一隻貓頭鷹 在燒的過程當中 在燒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我就把一顆小土球 放到裡面去 然後在燒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黏著 會黏到牆壁上 所以我中間用東西把它割開 所以燒完了以後 我把這個燒掉的東西搖出來之後 它就中間有空間 所以是中間那個小土球 在撞這個球 所以它聲音就出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作品 是大魚吃小魚 有看到嗎 然後你看它的釉 它的釉在上面 看起來像真的魚一樣 它的眼睛像真的一樣 所以這些技術 老師都有教給我們 我跟那個蔡忠瑞老師 我們兩個就是那個老師的學生 李國欽老師的學生 然後這個它在模擬什麼 海草 海草 海草嗎 水 它在模擬水 漸起來的樣子 好 然後還有這個右色很特別 叫做天幕 天上的天 然後眼睛那個幕 對 天幕 你看到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宇宙在裡面 所以等一下有空的時候 你也可以來欣賞一下 然後它每一個玩的 那種宇宙感覺都不一樣 好 所以等一下你也可以來欣賞一下 那這是我的作品 它是加法還是剪法 這裡 加法 那這個地方呢 剪法 為什麼 因為空了 然後這個地方有凹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是 剪法 這裡凸出來了 是 加法 好厲害 都會了 OK 好 謝謝 謝謝